这场南单冠军金牌之争大陆的孔令慧世界排名第二 迎战来自于瑞典世界排名第七的华德纳 没想到是一开始啊孔令慧是势如破竹 两个人虽然有拉锯 但是孔令慧往往在最后的关头稳定性客家 是连续的以21比16 21比19连续的两局获胜 取得了2比0一个绝对优势的领先 对于华德纳来讲瑞典的老将华德纳 虽然本届的奥运会打的是最后一届 否则就要打完就要退休了 这第三局对他来讲太重要了 第三局如果输 输的不但是金牌 输的也是最后自己退休之前 一生的经验跟桌球的决意 一生的武功 难道让对方是只打了三回合 就把自己给打掉了吗 小自己年轻十岁的小伙 华德纳在第三局势必要全力反复 但是没想到第三局现在一开始 华德纳的前面两个球 不论在棋板 不论在阻挡上面 似乎那个气稍微消长了 又是一个回球的出界 第三局一开始 孔灵徽是夹着2比0 两局都获胜的一个余威啊 在第三局让华德纳一开始就吃下了三个球的败战 哎呦四个球 4比0 这个看了现场的观众 我相信这个时候大概 全场大概有一半以上的观众觉得说 这场比赛南单冠军战是要以3比0结束了 由第三局一开始 华德纳是落后了四个球 而且是4比0 还没破压弹 好 华德纳在这个时候看看情况不齐了 赶快 拉长弓球 抢下了一分 记得小时候我们在打桌球的时候啊 小学生打11个球的桌球 那么那个时候就同学们自己规定 五个球如果5比0的话 就是变人家零压弹 也不能再打了 好 华德纳的发球 华德纳刚刚自己的发球是掌握了第一球 但是第二球又是回击的初见 统立会5比2 还领先华德纳三个球 掉小球 华德纳七块百 好球 5比3 华德纳这名球员在本届跟皮尔森两个人是代表瑞典打男子双打 哦 这个球两个人中排拉长弓拉的精彩 结果孔定辉在回击这个球的时候 几乎是已经没有角度的情况之下 拍子就在脸旁边 回击过高初见 5比4 孔定辉再一次的回击初见双方在第三局打成了一个5比5了 原本孔定辉遥遥遥领先最多是4个球 这一会儿啊 对华德纳给完全追上来了 这个球 Lucky ball Lucky的原因是这个球打到了台边抬脚 6 一个Lucky ball 一个反拍的回击失误 又是一个华德纳在往前放小球 这个角度放得相当的绝 放的是侧边 让对方是救无可救 救上来也是把球挑高 双方就一会儿 5比5的6比5的6比6的 再来个7比6的7比7 就一球一球就是打平了之后领先一球 再追平再打平 华德纳先发力 取得了第8分8比7领先一个球 华德纳这名球员 在个人的桌球生涯 有几项非常可爱的地方 比如说华德纳今年36岁 在他20年前也就是16岁的时候 他就拿下了欧洲桌球锦标赛的亚军 我们在当时是震惊了欧洲的桌台 被誉为是桌球的天才 小神童 华德纳又是用力过猛回击出界 加油 华德纳 华德纳 这个球回击太高 好的那曾经在16岁的时候就已经拿下了欧洲锦标赛的亚军 被誉为桌球天才神童 那相对于孔灵辉在19岁的时候 他是拿下第一个世界赛的一个冠军投赛 所以孔灵辉在个人追求生态当中啊 也是年纪相当的轻就已经展露头角 又是孔灵辉的一个回击出界 在这个时候继9比9之后 孔灵辉连输了两个球 9比11 华德纳里剑 两位选手在第二局的时候 华德纳的失误高达了有6次 而孔灵辉在第二局只有一次的失误 所以孔灵辉在第二局 最后是以21比19时再拿下来 第二局的胜利 这个球啊侧身要拉长弓 是拉的一动都没错 而且是拉的直线 没想到这个球是打到了网子之后盘出了界 孔灵辉落后两个球 10比12 华德纳回球没过 华德纳先发力抢攻 反拍拉斜线抢攻 打进 11比13 孔灵辉还落后两个球 华德纳突然的变线 孔灵辉再长下 哎呀 这个球华德纳的经验非常非常老道 碰到孔灵辉的这一个长弓球啊 华德纳是贴身进台 我们来看这麦能队 一个反拍再拉 孔灵辉等在前面 这个球过去孔灵辉啊 八成是绝对截不到的 可可惜 这个球没有过往 12比13 华德纳仍然领先一个球 反拍 球相当的强劲 华德纳的反拍是他 个人在桌球场上赖以从明 而且是刻别制胜的一个绝招利器 因为华德纳的反拍相当的重 球速也非常的快 再加上华德纳也占的身高的一个优势 好 华德纳现在在第三局啊 在后面的阶段 我们看这麦能队 连续的200左右拉弓 孔灵辉接球不紧 华德纳领先三个球了 对手没有拉近 15比13 华德纳领先两个球 两个用在中台拉 这一个球啊 孔灵辉面对华德纳 在这一个球的处理上面 他只有打 我们看 先戳之后反拍打 再一个正拍 这一个正手拍下来的时候啊 拉直线 打的是华德纳的身体 所以球速去了相当的快 华德纳仅仅领先一个球了 太高 这个回球太高 华德纳掌握了第一时间要杀球 结果竟然没有杀进去 所以双方在第三局 又打上了15比15 这场比赛非常非常巧合的 两位选手啊 真的是在冠军决战 都是卯足了权力 所以两位选手在 拼斗的过程当中啊 第二局也是两个球员 打成了15比15 第三局是再度 形成了一个15比15 所以由此可见 比赛的竞争之激烈 双方是你来我往 互有领先 有时候落后一个三次球 仍然追得上来 这是一个缠攻的香气 华德纳这个球 竟然没有拉进去 16比16 华德纳现在 连输了两局 对五战三胜来讲 华德纳再输一局 就say goodbye了 所以在目前为止 双方虽然是打平了 但是华德纳的教练 跟坐在观众席上的 瑞典的香气呢 都相当的沉默而起来 华德纳这个变现形式 相当漂亮 瞬间的反应 忽然变现 你看到吗 落这 起拍之后的瞬间反应绝对 16比17 留孔立辉落后一个球 孔立辉这个直线拉得凶 17比17 在第二局的时候 双方也曾打成了 17比17 这一个球赛 这样的玩法 太紧张 每一局的胜利 总是要到第18 第19球 以后才知道 目前两位选手 还没打过Deuce 在这一场冠军决赛当中 前面两局 还没有打到Deuce 但是两个人的拼斗 是一局比一局的更凶猛 在第一局 孔立辉 在16分之后 就把比数给拉开 但是第二局 要19分之后 才分出消息 咱们华刚讲完 华德纳 这个先拿下了第19分 19比17 在17比17之后呢 华德纳先练下两个球 孔立辉 又一个回击出界 华德纳拿下了 第三局的第20分 我们画面上看到 这一局 对于华德纳个人来说 打的虽然是保守 好球 关键时刻 再来一个斜线 直线长弓 这个球是发球过来之后 马上就起拍快攻 过往 这一个第三局的胜利 对华德纳来讲 会说是信心大增 信心大增 信心大增 就肯定要信心大增 这个信心如果不大增的话 精彩 那么我们看到华德纳的乡亲坐在观众席上 那么刚刚有一个一对夫妻 就是华德纳的父母亲 远从瑞典来看来之比赛 华德纳在第三局 顽强的抵抗 拿下第三局的胜利 所以这场比赛要打第四局 就没打进去华德纳的个人表情 好 目前两个人的比输 孔利会以2比1 领先华德纳 准备 两个人的匀 感谢观看